欸欸欸 我今天翻了桌子 我發現七月的福神相當有備份 哦 是誰啊 就是你的姑姑 我的姑姑 大家的姑姑 杜姑 這個杜姑不但有點備份 還能幫人化解不順遂呢 杜姑應該跟姑姑沒有關係吧 不過你知道姑這個字在以前 並不是指姑姑哦 蛤 姑都不是姑姑了 那是什麼 姑的經文寫作這樣 女是幸福 姑為生福 本意是指丈夫的母親 也就是現在說的婆婆啦 真的假的啦 那杜姑的備份 更加不容小觸了耶 父成夫之父曰舊 夫之母曰姑 以前的公公是舊 婆婆是姑 和現在完全不一樣呢 不過到了尔雅中 已經有記載父之姐妹曰姑 而尔雅的成書推測是在 周朝到秦朝之間 所以在那個時候啊 姑姑就已經有現在的意思了 原來姑還有這樣一段歷史啊 姑除了指親戚之外 也可以指出家的女子 像是尼姑 倒姑 天啊 杜姑的身世之謎 越來越難解了 到底是國民婆婆 還是國民姑姑 還是尼姑呢 這個好像不是重點吧 哎呀 我在幫她製造神秘感嘛 越神秘讓人越好奇啊 現在都已經七月了 今年都已經過大半 就算引人好奇也沒有用啊 桌粒也不會多賣幾本呢 哎呀 塑燈也是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 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